昨天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而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接下来的防疫要转向守备站 春节专案完毕之后 将往降级的方向走 另外中研院P3实验室 前研究助理的染疫案 根据最新调查发现 个案脱离实验室的时候 疑似是先脱下手套 再脱防护衣 违反了SOP程序 但是详细的情形仍有待 里勤 放眼望去人山人海 在智工及医护人員的引导下 民眾依序進到等候區 準備做疫苗接種前的諮詢 接種熱度依舊不減 而国内12号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也没有死亡个案 但新增六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 其中四名为突破性感染 针对中研院前研究助理的染疫案 指挥官陈世忠出席台湾癌症基金会 颁奖典礼后表示 目前感染源就是定调在实验室 不管是中研院本身或是中央所定的实验室 操作SOP问题都不大 主要是执行面有所疏漏 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 截至目前中研院案的接触者 已裁剪两百五十九人 PCR裁剪结果全数都是阴性 陈世忠表示 没有往外扩大是好现象 社区还是要持续监测 至于确诊个案 曾在淡江大学进修推广部上日文课 陈世忠也强调 只有同教室需要匡列 同校者的接触时间短 只需自我健康监测即可 记者为庄志诚推播